第五十一章 故事中的国家 你能一整天都不沾一滴水吗 应该不可以吧 如果不吃东西 我们大概可以活几天或者几星期 但是如果不喝水 我们连一个星期都活不下去 要是你生活在一个缺水的国家 那里没有河 没有湖 没有雨 甚至没有喝的水 那该怎么办呢 下面我将要说的 就是这么一个缺水的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四面都是水 只不过是咸咸的海水 根本就不能喝 在这个国家 人们只能住在几个稍微湿润点的地方 也就是绿洲里 这个地方的人都吃什么呢 我们平时吃的黄油和面包 他们是不吃的 他们喜欢吃海藻 海藻树的树根扎得很深 因为越深就越有可能接触到水分 在家里 他们一般会养骆驼 因为骆驼不怕苦 不怕热 不怕汗 除了骆驼 他们也养山羊 绵羊和马 他们养的马 比我们常见的马 个头要小一些 但是跑起来却很快 有人说 这里的马 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马 美国人跑马比赛时 用的马 就是从这里运过去的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 你能猜到这是什么地方了吗 我们在故事里 经常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 阿拉伯 阿拉伯人喜欢听故事 这一点和小朋友们一样 据说在很久以前呢 有一个阿拉伯的国王 很喜欢杀人 他每天都娶一位新娘 然后第二天 就把刚刚娶过门的新娘杀掉 后来 有一位新娘非常聪明 他在第一天晚上 给国王讲了一个故事 故意把结局留到了第二天 国王想知道故事的结局 就没有处死他 第二天 新娘又讲了一个故事 同样把结局留到了下一天 就这样 王后一共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 最后 国王深深地被这些故事吸引住了 他放弃了杀人 和王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后来 这些故事被人们收集了起来 那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现在这本书在世界各地都大受欢迎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听到用各种语言讲述的一千零一夜 上次去巴勒斯坦的时候 我们说到了穆罕默德 他就出生在阿拉伯的麦加 年轻的时候 给一家人赶骆驼 这家的主人是个很富有的寡妇 他爱上了穆罕默德 然后和他结了婚 后来 穆罕默德成了真主的信徒 劝导麦加人要敬仰真主 但遭到了麦加贵族们的强烈反对 为此 他们先对穆罕默德加以讥讽和责难 最后强迫他离开了麦加城 不过幸运的是 有一个叫麦蒂娜的小城接纳了他 不久 穆罕默德就在麦蒂娜说服了一大批人 劝导那些人改信他宣扬的教义 这就是伊斯兰教的起源 和基督徒们一样 伊斯兰教徒们也把他们主诞生的地方 视为自己宗教的圣城 所以在他们心中 麦加是最神圣的地方 也是世界的中心 除了麦加 麦蒂娜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城 除此之外 我们前面说到的耶路撒冷 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城 每一位伊斯兰教徒 都希望一生中能叫圣城麦加 做一次祷告 因为他们觉得 在世界其他地方做上一千次 也不如在麦蒂娜做一次那么灵验 和基督教一样 伊斯兰教也有戒律 不过基督教有十条 而伊斯兰教只有四条 这四条戒律的第一条 就是每天必须做五次祷告 第二条是 如果遇见乞丐 必须要施舍东西 不管给多少 一分钱也行 第三条是 每年必须斋戒一个月 和基督教的斋戒节一样 第四条是 每位伊斯兰教徒 一生中必须去麦加朝圣一次 这也是每个伊斯兰教徒的愿望 从前 有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王哈伦 就曾经从巴格达 走到麦加去朝圣 不过在路上 他铺了毯子 你有没有见过流星呢 流星发出来的光 其实就是陨石燃烧的火焰 通常 陨石还没有落到地球上 就已经燃烧完了 但是在麦加的一座清真寺里 供放了一块很大的陨石 伊斯兰教徒相信 这块石头具有灵性 只要亲吻一下它 自己的罪恶就会被这块石头吸走 然后自己就可以进入天堂了 这块石头黑油油的 伊斯兰教徒们说 它本来是白色的 但是在吸收了众多亲吻者的罪恶后 就变成了黑色 以前 麦加和麦蒂娜 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城 外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只有伊斯兰教徒 才能到那里去朝圣 现在 麦蒂娜和麦加之间 有汽车穿梭 而大马士革和麦蒂娜之间 已经通了铁路 我们之前到红海和黑海游了一圈 现在就说一说红海 红海在阿拉伯附近 红海和地中海 本来是隔着陆地的 后来 人们挖了一条运河 这条运河 就是苏伊士运河 有了这条运河 从欧洲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 就有近路可走了 在这条运河开通以前 如果坐船从欧洲到亚洲 必须绕过非洲最南部的好望角 开通了以后 大部分船都可以从苏伊士运河通过 大大缩短了航程 这条运河在埃及境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英国人抢夺了运河的控制权 后来 在1956年 应埃及人的强烈要求 英国人才不得已 将这条运河的主权 还给了埃及 在红海边上 还有一座特别干旱的城市 就是亚丁 人们称它为 东方的直布骆驼 英国人曾经占领了亚丁很多年 因为只要占领了这里 就可以控制红海 不管哪个国家的船 要想渡过红海 都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 1967年 亚丁被南野门夺回 成为这个国家的首都 英国人不仅控制过红海 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上的三条海路 直布骆驼 苏伊士 亚丁 都曾经是英国人的地盘 亚丁和阿拉伯一样 没有河 没有湖 没有雨 连喝的水都很难找到 后来英国人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把海水煮开 然后把蒸发的水汽收集起来 因为盐不会随水一起蒸发 所以收集起来的水 就是可以喝的淡水 阿拉伯好像离我们很远 我们从没有见过这样 没有河 没有湖 没有雨的地方 而且 不管它怎么干旱 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阿拉伯人 我们就听不到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了